这个女人居然全程直播了自己的死亡过程 残忍程度让人无法知识 勤劳的女人在生日当天 突然接受到来自地狱的死亡预告 她将在几天后前往地狱 到了死亡预告日 地狱使者如约而至 带走了女人的生命 围观的群众也开始产生对神灵的敬畏之心 都害怕下一个接受死亡预告的人就是自己 经过此次事件之后 新真理教的名声大起 电视台更是直接采访真理教议长郑敬手 郑一长也借此宣扬凡事有罪之人 便会收到地狱的成绩 更是直呼 在狂热派建筑的山洞下 老李和慧珍也成为了众使之地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 慧珍没有对神下轨 老李更是直接开枪射杀地狱使者 这都是污蔑神的存在 愤怒的刑警老李来到郑敬手的家 想要找他算账 发现此时郑敬手家附近早已聚满信力 只为一睹郑敬手尊容 很快老李就被人群认出来 随即被暴打了一顿 就在情况一发不可收拾时 郑敬手打电话过来 让老李去律会天使院找他 这才制止了狂热的幸福 很快老李就在破旧的天使院 见到了郑敬手 郑敬手更是直接爆出了一个 今天的大秘密 原来二十年前 郑敬手就接受到了 来自地狱的死亡预告 时间刚好是今天 可笑的是郑敬手自述自己 连一支铅笔都没有偷过 也没说过谎 甚至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他告诉老李给他两条选择 如果把他的死功诸于众 世界就会陷于混乱 要么就保持沉默 处理完他的尸体再走 很快地狱使者再次如鱼而止 最终老李也选择隐瞒了 郑敬手被审判的事情 慧珍也被建筑暴打了一堆 扔在废墟里生死共鸣 社会从此大变扬 地狱使者的雕像随处可遇 请不吝点赞订阅